很多朋友很好奇 美国的露营区长什么样子 刚好我们要来露营一周 所以就拍一段视频来分享给大家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露营区里面了 这个营区它有分好几个区块 每一个区块大约只有三到五个营地 所以每一个营地之间 其实他们都还保有各自的隐私 我们住的这一区只有三个营地 那中间第二个营地因为比较小 只能够停放B型房车 所以有几天这里都是空着的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这次的营地 它位在一个小坡上面 所以感觉上更像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里有提供厕所 所以搭帐篷的朋友就不用担心上厕所的问题 不过这里没有提供电 所以电的部分就是要自备发电机 夏天的时候园区有提供水 那冬天的部分11月过后就不再提供 每一区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加水站 所以就可以拿容器来装水很方便 银区很方便就是车子或是露营车旁边就是你的座椅 晚上冷的时候可以在炉子里面烧木材 也可以烤肉或是煮饭 其实仔细看每一个营地都有预留空间 所以要搭帐篷是没问题的 这里一个晚上是14块美金 那再加税大约是18块钱 不过网站上有规定 就是你一个月内你最多只能住14天 因为不希望就是有人把这边当成家 然后住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邻居很大不管是散步或是遛狗 或者小朋友在骑单车 其实运动量都算蛮足够的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帐篷区 虽然说是帐篷区 但是每一个营地都有各自的桌椅 火炉 所以也不用担心跟邻居靠得太近 我们到右边的营地看 小坡上来就是独立的空间 旁边这个空地可以搭两帐没有问题 我们喜欢在营区走走看看 如果有看到不错的营地 我们就会把编号记起来 这样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预约自己喜欢的营地 我们太喜欢这个露营区了 这次直接预约一个礼拜 车子很巧妙的把我们活动区域遮住了 所以即便是在露营区露营 但我们一样保有安静不被打扰的空间 焖後不被打扰的空间 所以我感觉没有你 像一门没有钙 像一门没有席 像一类无人 contact 像一路没带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